Hey guys, it's JR 2020年以来我们几乎都活在新冠状型病毒COVID-19的影响之下 我好奇就去查了一下同属于冠状型病毒的SARS 2002年爆发以来有8096个确诊案例 而2012年的MERS则有2519个案例 然而截至今天为止 COVID-19在全世界有超过375万人感染 而且疫情还在持续当中 全世界的健康、经济、政治、社会 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混乱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除了观看我们国内的各个新闻频道平台之外 也能够多多的去参阅世界各国的媒体报道和新闻平台 这样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事情的全貌 也能够更客观的来看待一些事情 顺带一提 如果要看懂国际媒体 学英文是很重要的 而在这一切的混乱和黑暗之中 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 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16岁高中生 T.J. Kim 在学校因为疫情被关闭之后 决定跟家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连驾照都还没有考到的T.J. 却已经可以驾驶小型飞机 于是他开始跟指导教练驾着飞机 载运由爸爸筹集到的医疗物资 飞到邻近的维吉尼亚州内的偏乡重症医院 当大家一窝蜂地把物资捐到大城市大型医院时 这些偏乡医院往往被人遗忘 T.J.说 学校很强调社区服务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要找到一个我能服务他人的方式 比利时一位90岁的老妇人苏珊 在3月20号因为新冠肺炎住院治疗 她被隔离医治 女儿无法探视 然而苏珊最后选择让出自己的呼吸器 给年轻的患者使用 并且告诉医生说 我不想要使用呼吸器 留给年轻的病患吧 我已经有过美好的人生了 苏珊在过世前都没有跟家人见到面 家人最终也无法参与她的葬礼 西班牙一位计程车司机走进医院的时候 受到大批医生护士列队鼓掌欢迎 原来她疫情爆发以来 始终免费再送确诊的病患往返医院 医院为了感谢她 把她骗来医院列队欢迎 并且塞给了她一个里面装有现金的信封 表达对她的感谢 英国一位医务辅助人员出门上晚班的时候 受到预先站在各自家门外的邻居们掌声欢呼 整个街头都听得到掌声 事后她母亲将影片迫在脸书上并写道 我实在是太爱我的社区了 看着这些新闻故事 世界上处处还是有温情 而在这块土地上 台湾也是如此 我外婆今年三月住院期间 并发了肺炎 当时医院非常紧张 立刻把我外婆送进了福亚隔离病房 然后接下来就是每天两次一次三十分钟 我们可以隔着玻璃窗去探视我外婆 很庆幸的是经过了四天两次裁剪之后 结果都是阴性 所以顿时大家松了一口气 经过那几次的探病过程 我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我们医护人员承重的压力 特别那又是家户病房 而且又弥漫着一股全民防疫的氛围 所以那个气氛是特别特别的凝重 那几天我们家人都接到电话 被关切询问我们的旅游史 外婆出入的地点 我们跟外婆接触的时间地点历史等等 在被确认之前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视为 潜在的染疫或者是传染的人 但是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相信某方面来讲 台湾今天疫情能够控制的这么好 也是因为他们这么细心谨慎的做的关系 那么那几天在家户病房 非常激气啊 但是即便如此啊 医生护士啊他们都非常耐心地 给我们解释病情 也告诉我们注意事项 病房里的护士小姐 对我外婆特别有耐心哦 有的时候老人家不听话 想要下床走动 他们还要想办法阻止 都快要出动束带的地步了 后来转到一般病房 换我负责照顾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拔屎拔尿 那本来就是应该我要来做的 但是护士小姐看到是我之后 就让我出去 毕竟虽然我是孙子 但是外婆是女性的关系 所以护士小姐不让我用 叫我出去 由她亲自来用 这点特别让我感受到 护士小姐们的温暖 他们不只是照顾了我外婆的身体 也照顾了我外婆的心情和尊严 所以特别的感谢台湾的 医生护理人员 认真的 有你们真好 It's really really good to have you 我真的是觉得台湾的相关单位 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把防疫做到最好 每天开记者会啊 所以是update最新的资讯 尽量让资讯在必要的范围内 做到最透明化 而且还有非常方便的手机APP 我觉得这是最让人感到安心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能够非常充分的了解 关于疫情相关的资讯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关当局 做的最理想的部分之一就是 在防疫的同时 我们也取得了跟社会关怀 和社会信任之间很好的平衡 而日本电视台四号晚间 还播出了一段长达三分多钟的报道 我们没有因为打这场防疫的仗 就破坏了我们社会 原本长期以来就有的很友善的氛围 当然偶尔也是我有让人非常傻眼的事 但是最后 在这场防疫大作战当中 最让人感到温暖的是 你们 是大家 负面的新闻总是会有 而且难免会被放大检视 但是社会上正面能量的故事 更是层出不穷 口罩生产线上的劳工朋友们 日移基业赶工 药房的药师们加班包装 发放口罩 贴心谨慎一起防疫的店家 帮忙量体温 协助提供酒精各种防护措施 还有那些戴上口罩 保护自己保护别人的人 辛苦的防疫计程车司机 暖心的玻璃室大人 周遭贴心的邻居 温暖的市民 大家捐钱帮助有需要的人和国家 还有你们的这个 这数十万人自愿性间 出到全世界的数百万个医疗口罩 让人觉得台湾有你们 真的很温暖 真的很棒 感谢你们 感谢大家 for making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Peace by bwd6 by bwd6